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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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于哥 今天的主题是右上右A 从眉毛开始就要画粗一点 不然怎么你都A不了OK 但是不是粗矿的粗 眉头要画精致一点 用一根很细的笔 眉尾要修饰才能A 毕竟总裁也是要修眉的 就这样 下一步是修容 这个Tarte的盘很好用 浅棕色再怎么用力 都不会深的跟像长的胡子一样难看 别异的话看我操作 大概就是这些位置 非保姆级是讲的清楚的 接下来这个操作是平刷扫下巴 线条会比较好 下巴尖的就很明显 我喜欢用腮红打侧脸 不喜欢棕色打阴 妆容比较中性化 眼影往大地色靠拢就行了 眼尾连接的部分 往眉尾画个弧线 你可以试试 适不适合自己 卧蚕这个地方要用枫叶红 就是体现上的一个部分 看起来像熬了半个月的那种 眼窝也是很必要 深色的棕色画一个浅一点的轮廓 前面不用管 就管后面 下眼检的地方要全途 但是不要太深 不然会很像烟熏妆 眼妆前半部分上个软色调的颜色盖下 不用上高光色 上的人不需要高光 我看起来 婆妇马结束 一字不停地讲 眼线我随便画一个后眼尾 注意不要往上画 往下或者是平着那一根 不然上是不可能的 随便用一个深色晕染一下眼线边缘 眼线柔和一点的话 会比较自然 下眼的话画一个轮廓线就好了 嗯? 我这里为什么打了高光 好吧 就是大概打个高光 我似乎还补了一个下眼睫毛 OK 画的下眼睫毛更好看 唇妆用一个浅色先打底 然后用深色的叠加一下 这里用的是3CE 118 119号色 好了唇妆就完成了 是不是感觉像换了个人 穿长服看起来真的很丧 换了衣服和头发就 一起来了 这里外套大秀式白鸟嘲讽 李依和夏群挑选了金鱼唐家的荆棘玫瑰 拜拜 爬高上梯拍摄本 爬高上梯拍摄本 用霸汪拍摄本 光天归来 角效 就特别像拍淘导 但是效果又很好 比如在拍淘导的时候 就是 $$%, 我都很高興